視頻的美式鄉春風設計 空間不但穿透 還能靈活運用 最棒的是 能夠擁有這樣子的廚房吧台 讓空間充滿了休閒的氛圍喔 不喜歡單一的風格 樂於多方面的突破 即使以同風格為主軸 也會在材質細節上面來做創新 看似簡潔的設計 卻是多樣材質組合而成 同時擁有創新的新思維 這就是幸福魔法師詹秉穎 我覺得所有的女生 進到這個房子來裡面 會非常的喜歡 一定愛死這裡了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棒 而且非常道地的美式鄉春風格 不過這個坪數好像還OK對不對 是 大概 其實這個房子裡面 實際坪數只有20坪 但是因為屋主買這個房子的時候 它這個房子有一個 比較得天獨厚的條件是 外面有一個環狀的陽台 是環繞這個房子 難怪這房子採光這麼好 是 所以 例如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因為它外面有很好的採光 那再加上說 這個房子的外面有一個地罩 那就好像是美式的一個地下室的 一個公門 是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地罩 把它設計成它的儲藏室 所以空間當中一些收納的量 都可以share到這個地罩裡面 是 好 那屋主的需求是 他喜歡道地的美食風格 那房間數上面呢 房間數的話 大概是最少基本要有兩間 但是我們盡量能夠說設計到 讓它能夠除了基本的房間數量之外 一般三房兩廳的功能 它都能夠使用到 所以我們在設計上 就會有一些穿透性的一個空間 多功能的使用 你的意思是說 有的時候一個空間 可以有很多種用法嗎 對 這麼精采喔 我們待會兒帶大家看一看喔 其實這個房子很棒喔 你從玄關一踏進來 你就覺得你的腳就告訴你 這個地方呢 是一個非常棒 而且原汁原味的美式風格 是 其實我們要做美式風格 其實有幾個比較大的材質的 重點運用要素 第一就是玄關的進口磚 那這個房子 我們在進口磚的運用 其實是在一些過道 跟一些比較重要空間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說 一入門的時候 除了那個復古磚之外 我們右邊有一個鞋櫃 那鞋櫃的話 設計我們也是以百頁為主 我好喜歡這種百頁 屋百頁喔 它看起來就是有休閒放鬆的感覺 是 這房子我們用了很多線板的部分 去勾勒出美式的感覺 那再加上說 我們沿著壁面走過去 會有一些復古磚 壁磚 地磚 跟一些進口壁紙的部分 那整個美式的風格 我們就會比較濃厚一點 其實你知道嗎 它這個地方 它的收納的量還滿大的 你就是擺鞋子 其實擺個150雙頭 我估計看看是沒有問題 差不多 差不多喔 對 然後轉角過來 你知道它延伸過來的這個壁面 這個也是我很喜歡 美式精神的這個 道地的表現 像這個壁面的話 我們有做了一個小小的復古畫框 那這個畫框的中間 就是擺的是電話 像這樣子的勾縫 其實是進到我們客廳之後 主空間會常看到的對不對 是 像這樣子也是美式精神 一個重要的表現 當然美式當中 我覺得牆壁壁面上的表情 常常會有很多的壁紙 或是壁布來做更替 這邊也可以看到 在我們的沙發背牆這邊 其實我們用的是 一個進口的壁布 那這個進口的壁布其實是比較是歐美那一方面的一個 用直線條表現 那它感覺上會比較柔軟 那跟我們白色系的一個線板的勾勒 它其實是有一種對比的感覺 因為一個材質它感覺上是比較軟 那線板木頭它會比較硬 那兩個衝擊的話 它感覺上你這個空間就會比較溫暖 那在色彩上它也會有比較大的變化 而且你知道沙發 你現在靠背的部分 你也是用美式的這種線板去勾勒它的一個 怎麼講牆壁的表情 是 所以我們在右邊的話 這樣的一個線板其實是從頭到底的 但是在沙發背牆它是一半的 那等於是說這樣風格上做一個延伸 老實說也讓沙發背牆無形間拉高了不少喔 是 它整個屋深你會覺得比較高